第一批BNT疫苗要來台灣了 那指揮中心說 先播120萬劑給學生族群施打 那剩下的80萬劑就依序從第一類一直打到第十類 可是羅志強跟李彥秋就痛批 怎麼第二類老是都打不夠 為何不是高端先打第二類 那18歲到29歲的年輕人除了高端之外 目前沒有國外的疫苗可以打 這時候民進黨的英系還有政國會立委就發表聯合聲明說 要讓這個18歲到20歲的年輕人同步優先接種BNT 這個被質疑說是要挽救小英的年輕支持度 然後再上大學要開學了 如果這些人被遺漏的話 感覺就是這些族群會被產生被剝奪感 請問市長的看法 這也是一樣 如果疫苗過的話這都不是問題 反正大家都打得到 如果疫苗不夠的時候 你知道 問我的話 從一開始我就主張 只有醫院的還有那個 什麼防疫專責旅館 包括機場還有機組人員 要打兩劑把他打滿 其他的全部按照年齡牌 從那個年紀大往年紀低的打 這是如果叫我主張我會主張這樣 因為這個是最簡單的方法 坦白講那個第二類你知道齁 那個人數一直在膨脹 這才是我也覺得那個是 政府自己在製造特權 所以那個一到十類你知道齁 當然這個 像羅志強跟李彥邱講的 當然這個會被人家攻擊 他一定攻擊 你們在製造 政府在製造特權嘛 所以 他常常是這樣 適宜致辭 你知道齁 他第一劑打過我現在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 所以 這題的答案是這樣 疫苗過都不是問題 當疫苗不夠的時候 開始有分配的問題 就會出現倫理的 醫學倫理的問題 所以這個都是 但是老實講齁 那個 那個第二類那件事情 我也覺得 怪怪的 不是很好 有沒有人 是 意思 可行 不用打 但 剛綸 過